萨摩亚发生了规模8.0的大地震 印尼也发生了规模7.6的强烈地震 台湾、菲律宾和越南又遭遇严重的水患 天灾越来越多,让人心惶惶 不过只要把担心化为爱心 就可能化解灾难 回顾921地震前的一个月 1999年8月17号 土耳其发生了大地震 17000人死亡 则继发起了 持援土耳其勤迁苦难人的活动 这是则继首次全球大规模木砍 希望用大爱化解大难 一般人可能认为这只是一句口号 但是中正大学地震研究所的教授石瑞全 却非常认同这句话 他是经济部断层活动构造计划的主持人 最近也和一群专家确定台湾33条活断层 这位知名的科学家 为什么相信大爱可以化解大难 而这样的想法又为天灾不断的此刻 带来什么样的省思呢 请看我们的报道 1999年8月17号 土耳其发生大地震 17000人往生 此起发动全球木砍 志工和员工在街头却目爱心 希望台湾爱心动起来 用大爱消灭灾难 921地震造成2400人往生 让人悲痛 但和全球大地震比起来 灾情却相对轻微 108年来 比921大的地震有36次 大约三年一次 平均30,197人往生 就算和921一样大 平均也有20,500人往生 这是921的8.5倍 土耳其地震规模 释放的能量差不多跟台湾相当 但是呢 它所死亡的人数呢 是我们台湾的五六倍以上 那这个其实就你就很难解释到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那我们要来探探 在1995年 反省大地震 它所释放的能量 只有921地震的十一分之一而已 但是它的死亡人数有五千多人 还带来那么大的火灾 也死亡了一千多人 2008年四川大地震 释放能量是921的三倍 往生人数87,000人 是921的36.5倍 2003年伊朗大地震 规模只有921的三十二分之一 往生31,000人 是921的十三倍 而1960年的摩洛哥大地震 规模更只有921的一千分之一 15,000人往生 是921的6.25倍 我们的921地震呢 发生在人口这么稠密 台湾人口这么稠密的地区呢 它的死亡人数 虽然不信的 它是有2400多人 但是呢 其实相较于其他地震来讲 它真的是少很多 这个是 其实不是只有我这个 我有这个疑问 其实后来 全世界很多个科学家 对这个也有疑问 地震后 有一个中度台风丹恩 要清洗台湾 最后却从台湾海峡扫过 台湾本岛几乎没有任何灾情 如果这个台风直付台湾 艳色湖溃堤 加上土石松软 引发大规模土石流 石教授表示 死伤会超过这次的 八八水灾 921不论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都让台湾的灾情 降到最低 后来上人跟我讲 其实这就是因为我们爱 在心里面的爱 才会让我们的灾情 才会让我们的灾情 简历到这样的效果 你很多真的是 你没办法单纯 用科学去解释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绝对有这种大的力量 它可以让我们产生这一种 灾害把它简历下来 一个地方爱心人事越多 灾满就越少 面对极端气候天灾平缠 唯有启发更多的爱心 接引更多人间菩萨投入 才能用大爱化解灾难 大爱新闻 李明君赖世宝采访报道